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国梁下狠手两大世界冠军退役加三名将退出国家队国平赢重大转折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我是阿三 这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呀三的视频 给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和大家聊下国平的最终于最近一些主力退役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知道了其实国平也在最近的G203参加了各类的比赛 先是在全运会当中练兵那么在最近的又是结束了拼超联赛 对国平而言的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接下来呢他们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呢 又要去备战11月份的视频赛 所以实际上对国平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忙碌一整年基本上无休 非常辛苦的 当然其实与此同时那么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了 那么除了国平要参加集训的消息之外那么在最近又有五个名将呢 也是接连退役或者说退出国家队 我们看到先是有两个世界冠军也就是陈敬奇和郑培峰的宣布要退役了 那么紧接着包括方博周宇还有延安的也宣布要退出国家队 但对他们来说那么这五个名将接连退出国家队的话实际上呢 也代表一个重要的信号那接下来就是国家队呢要进行一个大换血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批球员呢和这个梵振东还有马龙他们呢处于同一个时期的话 实际上对他们而言也真的是相当残酷 因为我们也看到马龙统治了这个国平上10年的时间那接下来梵振东又涌现出来 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国平新一个 所以其实对其他国平主力而言那么真的是怎么样努力了可能都找不到出头日了 很难去打败这两个巅峰的一个天才级别的选手 所以实际上对他们而言那么既然不能够达到巅峰那么与其这么辛苦的撑着的话 我还不由退役或者说啊选择回到地方球队去打球将一来可能对他们来说呢 会有更大的发展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他们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应该也是和刘国梁商量过了 也是得到刘国梁正式的批准呢 才会正式对外宣布 所以啊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次刘国梁也是下了狠手那么让其他的一些 啊主力球员呢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能力不行就是直接从国家队去退下去 因为现在的话国家对很多新生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多而且 这个啊优秀的选手也不少 所以其实对国平而言那么接下来新生换代真的是相当重要 那么对国平而言那么老的队员退下去的话 新的新鲜这个新鲜血液涌现出来那么对我们整体的发展 我相信总体而言还是有大有好处 那么接下来国平可能发展的也会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 会拥有更多的一些全新的变化 当然总归来说我觉得对我们而言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或者说一些变化 都是好的 毕竟呢其实你 总会有一些老的队员退下去 有一些新的球员给涌上来 那么对我们整体的一个接力啊 我们的一个传承而言呢都是一个好的迹象 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呢 这些新涌现出来的一些球员能够争气一点 扛起过去老队员的一些对齐呢 那么把我们国平的门面给撑起来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